我會怕他 兒童接種率 新北市似乎最後一名 我們新北入園施打的計畫 本來就是到6月10號 所以現在其實一切都還在進行中 外界討論新北接種率最後一名 新北市衛生局長陳潤秋則解釋 入校施打計畫還沒結束 一切都還在進行中 也會盡力施打 而為了方便家長帶孩子打疫苗 中央在六都設置兒童接種站 其中板橋車站最後一天接種 很多家長趕在收價前 帶孩子補上保護力 造冊也是在小學 那就是有先送名單給學校 但是剛好知道有這個消息 那學校也有通知 我們就趕快自己來約打 想說有空趕快打先打 畢竟學校整個比較有情趣的狀況 不少家長坦言不想等造冊 先接種先有保護力 還是比較安心 DV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